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zy shop二次开发教程 那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课程 1.2ezy shop的安装 好,那我们安装步骤的话就是有这么六个步骤 这么六个步骤,第一步的话就是获取我们的ezy shop 我们打开这个网址 打开这个网址 是我掉线了吗?没有吧 那是这个网站比较卡 好,那我们进入的这个下载地址当中的话 就会看到这边有两个版本的一个下载 好,然后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一个简介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然后这么三个特点的话也是看一下 数据库系统架构程序方面的话 经过精心的设计 保证了系统的健壮和效率 那我们ezy shop的话怎么说代码还可以 代码逻辑上还有代码的一些统一性都还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服务到疫情环境的一个推荐 PHP5.0以上5.3以下推荐使用5.2 那我们5.2,5.3我试过但是可以的 但是5.4以上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大家得看一下 MySeeker版本的话建议是5.0以上 那我们现在MySeeker的话其实没有多大 无所谓空间的安装Zend Zend的话是我们PHP的一个加速器 这个其实现在几乎所有最低配的这种软件 最低配的这种空间商都会提供 空间支持文件锁功能 这一个功能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它干什么用 然后开启我们的GDE功能 GDE功能的话就是我们验证 还有我们的缩列图 这个都是需要用到GDE功能 MySeeker的行数 这一个M-B-Stream icon 还有这个Fall StockOpen 这一个是三个支持的函数 这三个支持的函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软件 这软件MySeeker函数的支持 应该是在PHP里面才对 我来看一下 MySeeker扩张给打开对吧 不然这个遇到我们再说吧 一般情况下我是没有遇到这几个问题 在ICOMV的话是我们的这个PHP 这几个都是我们PHP函数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打开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PHP文件 然后看一下这三个 如果说都是呈现蓝色的话 如果呈现蓝色的话 说明是我们PHP的一个函数 这个肯定是我们PHP的函数 因为它是蓝色的 ICOMV的话 这种可能是过时的 这两个可能是过时的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作用 这个的话就是转换字符编码的 这个肯定是切换字 就是这种叫什么 裁切字符串的一些功能 Mb看到Mb stream的话 一般是这种功能 这功能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函数我们用过 PHP支持Mb stream库 如果说按这样子的话 肯定我是用过的 比如说Mb stream 对就是这个Mb stream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一个扩展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这么解释的话 我是用过的 然后管理后台的一个浏览器推荐 Fightbox i7加Safari 还有我们的Charmic 就是我们的谷歌量器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我们的谷歌量器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火狐的话我也用 但这个火狐用在台版的时候 还是非常好用的 我现在谷歌也是做的非常不错 火狐的话太臃肿了 我是觉得 其实也还可以就是 那这边下面有个案例 用我们ECshop做的 这样子的一些案例 一些商城案例 这个首页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看一下在线商城 Homo index 好那到这一个地方 这种网站我多年前也做过一个 叫做什么转石来着 反正是下面一家商场的 看一下它这个网站有点卡 当然用ECshop去做的话 不排除它会比较卡 那么ECshop的话 怎么说确实在效率上还是有待提升的 当然它现在ECshop的这个公司 是不会把它再提升的 可能需要大家自己二次开发过 好那不多说了 其他不多说 大家就浏览一下 看一看这个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边会有两个版本 我建议大家下载我们的UTF8版本 因为我们UTF8的话 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比如说 boom boom头 就是 如果说你写我们网页程序写的多的话 这个boom头一定是遇到过的 就是如果说出现这个boom头的话 你的网页会错乱掉 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用GPK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用UTF8的话比较少 比较少这种问题 而且UTF8的话 叫做国际编码 以后不管说你的服务器兼同信 或者是你服务器要翻到国外之类的 都是比较方便的 转移服务器都是很方便 用GPK的话 因为它是中文编码 所以说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样子有些时候非常难受 那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统一下载UTF8的 联系人跟手机号码 好 那我们这边填写联系人跟手机号码 然后就可以下载我们的软件了 那我已经下载过 我就不下载了 下载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步解压压缩包 好我们把附件中的这一个压缩包呢 给解压出来 稍等一会 大约几秒钟 解压出来之后呢 我们打开这一个文档 这边的话会有三个文件夹 会有三个文件夹 那么我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文件夹的是一些说明文档 一些说明文档跟一些日志 第二个文档的话 就是我们一些更新的一些东西 更新的一些程序 这个的话都没用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Upload 就是我们的程序主目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程序 点击全显 然后剪切 放到我们的网站更目录 在哪里啊 之前说过了 左键当机 分W点 好把它复制进来 好复制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呢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 然后localhost 对吧 localhost 那到这个页面的话 就进入我们ecshop的一个安装界面 进入安装界面 那我们这个将upload的文件 全部放到我的web跟目录 那现在我们是在本机 本机的web跟目录就是这个 运行你的程序就是这个http 所以我的域名在本地属于是localhost install 对吧 当然你这个index去掉也是可以的 好 去掉也是可以 然后根据我们的提示安装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根据提示安装 点击下一步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写什么支持支持不支持 这个是否支持GPG 它选择不支持 这个的话应该是GDP版本的一个原因 不过没关系 因为这一些都无所谓 然后我们看到所有目录可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好 到这一步的话是一个数据库的配置 那我们安装wamp的数据库密码 都是为空的 molean都是为空的 我们搜一下 那我现在目前为止 这边是会有这么多个 会有这么多个数据库 那我建立一个 这一个数据库 那我用的这个数据库管理软件的话 是这个叫做hili 好 ED SQL 然后我建立一个 我设计过很多 我随便建立一个 叫做 麦子学 麦子EDO ECSHOP 好 我们编码的话选择UTV8的 麦子EDO ECSHOP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服务器软件的话 大家可以使用我这个hili hili hili 就是这个软件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myscq php myscq 这个管理软件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打开火火会比较卡 所以说 我演示一下啊 大概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搜一下 把我刚才这一个呢放进来 刚才这个数据库 放进来 麦子学院 cshop 麦子EDO 好就这个 然后管理员姓名的话 就叫adme adme 888 adme 888 我的邮箱 随便来一个 啊 好我们随便来一个啊 嗯 禁用印证嘛 那就是选择此项进入后台 发表评论是无息验证的啊 这个我们 啊 后期再讲 我们这个后台的时候再来讲也是可以的 我们按照一下我们测试数据 好 然后点击立即安装 这个还没卡完啊 这个网络 我的网络是10兆的啊 应该不大可能是我这边网络的问题 我给它关掉吧 啊 啊 然后我的系统配置可能是比较低啊 因为这是一台 非 专业机 是一台 公用机啊 好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 phpnetme的管理界面啊 应该 学 这个的话应该会很熟悉 因为你懂得我们php的一些基础啊 好 那我是很常用这一款软件啊 也是强烈建议大家去下载这一款软件 td secure 啊我用的是5.0 好 那么这边会有两个链接 一个是前往我们的后台 一个是到前台系 然后后台刚才有输入atme atme 888 atme 啊不对 这个是ys6h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后台 我们 这边查看一下网店 这个就是我们的前台啊 跟我们的这一个 访问地址是一样的 域名 我的域名现在是本地 所以是localhost 啊 我的域名 这个后台的话是atme 啊 这边会有一些商店的一些设置 一些基本设置 我们 先不看这个 我们看一下前台模板啊 前台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默认的ezy software 默认的一个模板 我看一下 稍稍的简陋了一点啊 不过还是 如果说 他这个是好几年前的一个设计啊 翻了几年前的话 这一个也是挺用心的啊 好那我们前台是大概就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购物啊 购物界面的话就是这样子 一些基本功能都有啊 这边一些基本功能都有 加入购物车啊 结算啊 对不对 啊 这一边这一边啊 还有这些上级 这种地区操作啊 好 那就是一个下单流程 然后注册 登录啊 这些我们到时候都会有稍稍的去讲解一下 还有一些高级厕所的一些功能 好 好 好 那么我们这一个easyshop安装的话就完了啊 这边有一些后台的一些基本操作 我们大概讲一下啊 首次进来的时候的话 他会出现这个音源啊 商店名称 比如说我就叫做麦子学院 好 然后商店标题啊 演示站 easyshop 演示站 我们就叫做麦子学院 ecshop教学 城市的话我们就选北京好了 那我详细地址的话是天安门 配送方式 配送方式还有支付方式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略过 完成向导或者是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 删除instal文件夹 还有删除我们的demo文件夹 这两部操作我们也给它操作一下 第一个删除我们的instal文件夹 安装文件还有我们的这个例子文件 直接删除掉暴力一点暴力删除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 OK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出现了404nod phone的话 这还有一个anjix1.0.5 这个是我们easyshow pro服务器的问题 这个不用管 这个可能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 也许你在安装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easyshow pro已经安装完了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PPT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安装步子 没问题 那今天的一个作业就是在你的电脑上呢 安装好你的easyshow pro 只要到我的这个就可以了 那刚才我们设置几个设置几个仓数 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有生效 我们点击轻空缓存刷新 好easyshow pro演示站 没有吗 没有的话 商店设置 我来看一下 好没有的话 没关系 我们后面的这个课程再来讲解 那这个课程的话 那大家先把自己的easyshow安装好 那感谢大家的这个听讲 谢谢大家